在政策記者會除了遲到17分之外 蔡英文臉色更是難看到不行 到底多不開心 蔡英文爭取中間選民認同 成功淡化台獨色彩 兩岸牌不再是罩門 卻被賴神賴清德打回原形 我當然是主張台灣獨立 當然當然 但是主張台灣獨立 勇敢的說出您的最真實的企圖 我主張台灣獨立 在議會一連三次公開強調支持台獨 賴清德自認台獨立場沒變過 不過和小英為了拚選票 PO出的維持現狀說法有很大落差 賴市長的講話 我覺得我們也沒有必要去無限上綱 那她的本意 我相信應該是 她希望兩岸可以相互的理解 維持現狀也能各自解讀 蔡英文為大選拼命往中間走 但曾幫扁政府起草兩國論 又在擔任民進黨主席期間 公開表明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 賴英立委痛批 小英兩岸立場反覆 你說要維持現狀 其實這是一個博物的地帶 我們很清楚看得到 這是要兩面手法 當然主張台灣獨立 就是推翻中華民國 建立台灣共和國 賴神高唱台獨 大陸國台辦回應 這只會給台灣帶來災難 賴清德頑固堅持台獨立場 極端不負責任 讓人民對民進黨更加疑慮 地方首長捅出大樓子 更指望小英痛處戳 為選戰增添不確定因素 接著網民進化參與方 野線小組台北報導 為選擇 大樓 無法 谢谢大家